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小企业是加拿大经济发展的生力军 加拿大政府十分重视中小企业的培育 从不同方面积极引导和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 向中小企业提供财税支持 不过很多中小企业主并不知道如何寻求政府的扶持和服务项目 10号创业协进会ACCE商务交流会的主题 就聚焦在中小企业如何善用政府资源上 交流会上创业协进会的会员和嘉宾欢聚一堂 加拿大国家研究委员会产业技术顾问江燦 资讯科技顾问公司Depasoft Inc.创始人及总裁陈书坚 安省投资办公室高级商务顾问陶德荣 Cura Limited联合创始人Steven Poon 以及Abraham Innovation Systems Inc.工程与技术总监Dr. Joseph Poon 分别就如何善用政府资源向来宾做了主题演讲 并通过问答环节与来宾交流 是讲讲这个政府有什么事情可以帮到我们 就是创业的 这些旧生意的什么东西可以帮到我们 比方可能是今天的讲题就是讲钱 就是政府有什么funding 给我们这些business 可以给我们这些发展的公司 但是随着钱之爱的 其实还有其他的公司可以帮到很多公司的 我们给大家学一下文心的类似 我们的生活实际上 Steven说他在IT行业已经从业20多年 之前只知道靠自己打拼 近期才发现其实加拿大政府对中小企业提供很多帮助 其实很简单 我们的科长只有一个就是这个BAS 我今天一阵子会讲一下这个BAS是什么东西 很多方面各方面的问题都是从这个BAS帮我们去解决 BAS是一个政府的共同 他们就是帮我们解决的问题 他们是有什么问题就告诉他 他基本上是找些机员啊 找帮我们解决问题 很好的 所以是不用再一起乱去乱找啊 去网络上去找啊 当时找那个共同啊 找他们MP啊 打那个电话 其实不用了 他就是全都帮我们 全方位的帮我们 其实我们整个加拿大经济百分之九十八点五 是由中小企业组成的 我们加拿大现在 其实中小阶级有百分四十以上 越是小的企业 越是刚刚开始的企业呢 他们更需要帮忙 需要各方面的帮忙 包括在融资上面 包括在政府的资金的配置上面 包括政府的补偿上面 特别是一些现在做高科技的企业 政府有研发的基金 这是你每年都能申请的 所以这些东西呢 是我们更需要让更多的 华人的企业家呢 了解的 这样可以呢 在一路上 他们在做生意的过程中 可以帮到他们去 李文浩还透露 今年的创业协进会 加拿大杰出华裔创业嘉奖 各奖项接受提名的截止日期 为11月30号 颁奖晚宴将于2017年4月1号 在多伦多市中心的 威斯汀哈巴卡托举行 创业协进会ACCE 成立于1994年 为非牟利志愿团体 使命是鼓励加拿大华裔 踊跃创业 加强加国华裔企业 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力 加拿大国际电视台报道